上一回咱们说到老烟鬼爷俩收死了吊死鬼 往家走的时候遇上了鬼打墙 鬼打墙这种东西老烟鬼是没少听说 可是自己遇上还是头一回 这鬼打墙倒也不难破 也不知是谁留下那么一个方法 就是撒泡尿 老烟鬼让红丫头转过身去 解开裤子哗哗地往前就撒了一泡尿 尿完了招呼这红丫头接着往前走 这爷俩被困在这鬼打墙里 老烟鬼这撒尿的法子 看来也不是每次都灵 这爷俩正商量着下面该怎么办呢 打从红丫头身后伸过来一只大手 一把就把这红丫头给薅了起来 这红丫头一时没防备 背着大手就拎到了半空 救我爹 老烟鬼一看也是极了呀 一俯身就捡起了猎枪 丫头 你敢抓我闺女 这老烟鬼是咒骂着呀 瞄准了那只大手 一声枪响 把那只大手就给打烂了 红丫头一头就栽了下来 老烟鬼愁着了卫士 接住了红丫头 哎呦喂 让你平时少吃点 我这把老骨头都快让你压散咯 红丫头看着不怕 可是一身的结实肉啊 压得老烟鬼是直咧嘴 往地上瞅了瞅 被老烟鬼打断的那只大手 那只大手落到地上 冒起了一阵黑烟 变成了不知是什么爬虫类的爪子 红丫头瞅着呀 像螃蟹 可是按照爪子大小来看 那得是多大个的螃蟹啊 这不但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就连是怎么招惹到的都不知道 这红丫头来了气 挥着匕首大喊 就在红丫头骂得正欢的时候 打从他头顶又伸出一只大手了 老烟鬼一提醒 红丫头就闪身躲了过去 没被抓着 这红丫头挥起一刀啊 就把这大手给砍断 可是刚刚砍断一只 打从身后就又伸来一只 老烟鬼抬手就是一枪 把那只手给打了个稀巴烂 这爷俩背靠着背 防备着四周 这老烟鬼想叫出刺头问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叫了几声都没回应 就在这时啊 眼前可同时伸出了七八只大手 红丫头的匕首是捂得上下翻飞 把伸到跟前的啊 大手全都砍断 这噼里啪啦的就掉了一地 老烟鬼那边也没闲着 一枪一个也解决了好几个 只是这片口功夫 地上被他们弄断的爪子就有二三十个了 红丫头抬眼往上一看 声音都变调了 这时啊 打从四面八方伸出来数不尽的手 老烟鬼琢磨着 这么多的爪子 十有八九是什么五公斤在搞鬼 他心里想着 这嘴上可就说了出来 他这话音刚落呀 那些大手就全都变成了爪子 这一只奇大无比的五公就出现在了爷俩的面前 爷俩害怕之余 也纳闷啊 怎么还自己献出原形了呢 他那么一嘀咕 刺头在他身后可就答了话了 感激先前老烟鬼爷俩 被困在了大五公布的迷魂阵里 刺头回他话 他也听不着 至于说大五公好好的 怎么就献出了原形 这还得说是这老烟鬼歪打正仇啊 刺头说话总是不说重点 听得老烟鬼这个着急呀 这老烟鬼啊 跟着刺头两人也没工夫再多说 老烟鬼举枪瞄准 红丫头挥着匕首也冲了上去 这枪打在大五公的身上 只能打出一些印记 却根本就打不穿 倒是爪子被子弹一打就断 可是很快就又长了出来 子弹不管用 红丫头的匕首也不管用 大五公的身上 根本就刺不穿 大五公一白尾呀 把这红丫头就给扫了出去 老烟鬼一看大五公 冲着红丫头过去了 也急了 这是又连开了两枪 可是还没效果 不是说我是他的克星吗 这怎么打都打不动啊 用枪肯定没用了 得用你屁股上的那把斧头 你怎么不早说 你也不让我说呀 这刺头这时啊 提醒他法宝不是那杆猎枪 而是他腰里憋着的那把斧子 老烟鬼这才整明白 把斧子从这腰里就拽了出来 你离我闺女远点 这老烟鬼举着斧子 冲到了大五公跟前 一斧子劈了下去 咔嚓一声啊 把大五公的尾巴就给砍掉了 大五公吃了洞 丢下红丫头不管 扭头看向老烟鬼 一回身冲着老烟鬼就咬了过去 老烟鬼也没有了退路 只能硬着头皮上 两者一错身的功夫 老烟鬼就斩掉了蜈公的处须 这蜈公的脚也刺破了老烟鬼的尖头 两者对峙着 老烟鬼让这红丫头快跑 这大五公好像也知道 红丫头好对付一些 一转身又咬向了红丫头 这红丫头多虎啊 也不躲也不闪 这红丫头被这大五公给压在了下面 大五公就想一口咬掉她的脑袋 被她一歪头可就躲了过去 老烟鬼一看这架势 是真就急了眼啊 这几十岁的人 一蹦窜起了老高 落在了五公身上 在这五公身上就是一通乱砍 大五公吃痛 扬起了头 红丫头趁机就翻透了一边 大五公又把头扭向了老烟鬼 她冲向老烟鬼 红丫头则冲向了她 这大五公是认准了要先弄死这老烟鬼 老烟鬼也想劈死她 免得伤了红丫头 这红丫头呢 就想着帮她爹多做点事 红丫头扑到了大五公身上 吴三少爷教育她 遇到身上破不了的 就往这眼睛上招呼 红丫头一刀就刺进了 五公的眼睛里 大五公疼得 想把刀子和红丫头甩掉 老烟鬼趁机就冲到了身前 对手脑袋就是一斧子 给她来了个伸手易助 红丫头倒在了地上 还抱着这五公脑袋呢 这老烟鬼见她没受什么伤 这才放下了心来 爷俩这一战可都累得够呛 就想往家走 可是他们这时发现 那个没了脑袋的大五公 还在地上不停地扭动 老烟鬼本想上前把她给剁碎 结果一阵风从这远处就跑了过来 就见这个一阵风 在这大五公身上是一通乱踩乱踏 踩的这大五公是千疮百孔的 不再动它慢分 爷俩相识一笑 这一阵风算是没白养 帮自己省事了 这爷俩上了马就往家赶 这路上刺头又来搭话 老烟 你弄死了她 这事可不算完 怎么还不算完 她是受了伤 幻化不了人形 躲在这里养伤 要不然几个你们爷俩也弄不死她 如今你把他们五毒兄弟弄死了俩 剩下的三个可饶不了你 你忘了在山峰里拐孩子的大奶蛤蟆了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我得先送我闺女回家睡一觉 你这心还真是够大的 只是这一次 这一关可不好过呀 刺头在这路上跟老烟鬼说 这五毒兄弟让老烟鬼弄死了两个 这后面的三个可得来找他复仇啊 可是这时候 红丫头这会儿已经睡了 老烟鬼也跟散了架一样 就是刀架在脖子上 也得先回家睡上一觉